本土确诊连四天破六万 十五号新增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二例 中重症一百二十五例 死亡十九例 累计今年染疫死亡已经破两百例 十九例死亡个案介于七十到九十多岁 皆有慢性病史 但有八人没打过任何一剂疫苗 确诊及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但居隔限制却继续放宽 行政院拍板现行匡列确诊同住亲友 居家隔离三加四天 若有打三剂疫苗 快筛阴性拟定放宽成零加七天 也就是说不必在居家隔离三天 只剩下七天的自主防疫或自主管理 预计十六号就会公布 整个配套上面一定也要越严谨越好 七加零的话 让它外出是不是要有一些限制 要跟检验捏在手上不放 但是防疫措施越放越宽火上加油 专家也认为目前快筛阴性准确性 灵敏度约70% 有30%可能是未阴性 30%的病人他是有COVID的 可是他快筛是阴性 现在就是疫情存在 所谓大家讲黑数一个最大的来源 专家黄利明认为 现行的确诊人数 可能因为两个原因而被低估 包含裁检站患者太多 一旦确诊反而限制行动 形成自我盖牌 不只是确诊是低估 而且也可能会继续传播这个病毒 自我盖牌 如果盖牌我们就不知道了 专家担心确诊同住家人 本来风险就极高 距离放宽零加七 可能让更多病毒放入社区 民众快升阳性 若又不通报这场疫情大战 恐怕会没完没了 这样是曹州人台北采访报道